10月10日星期一将会有一些潜在市场推动者的新闻发布 随着一些国家的市场假期的到来 交易量将会有所下降 美国市场由于哥伦布日周末将会联休三天 加拿大由于感恩节 日本则由于体育日将会休市 在早晨5点45分 将发布的是9月瑞士失业率 8月份失业率从7月的3.3%的水平小幅增长 8月德国贸易平衡将会在15分钟后发布 7月盈余受到出口的拖累下滑 随着4个月内首次回到低于200亿马克 8月意大利工业生产数据将会在上午8点钟发布 7月份产量回升 抵消了6月份0.3%的跌幅 10月欧元区Suntex投资者信心指数将会在上午10点钟发布 经济预期持续改善 随着当前的形势和预期都出现了小幅的改善 因此总指数9月份从4.4个点上升至5.6个点 9月英国零售商协会及币马威零售销售监控数据将会在 两则关于澳大利亚的经济新闻将会在凌晨12点30分发布 包括8月住宅信贷 7月份住房贷款下降4.2% 抵消了6月份1.7%的涨幅 9月NAB商业信心也会在本时段发布 8月份商业信心指数上升两个点 来到正六 随着澳洲央行下调现金利率25个基点 这可能会进一步地提振市场信息 9月份日本经济观察家调查 将会在凌晨5点钟发布 8月份当前经济状况指数 从7月份的45.6点上升了5个点 我是沈梅雷迪斯 以上就是星期一的经济日历 请持续关注更多外汇市场的信息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